大晚上在房车里正准备睡觉 突然车外边有人敲门 打开窗子看了一下有一个陌生的男子 你好有什么事吗 我在你旁边露营 我觉得我现在有点感冒发烧 我想找你这药有没有有没有我这个退少的药啊 感冒啊 再等一会儿啊 你那个你这样你先回回车里 然后我到时候要给你送过去好不好 好好好好 我回等你哈 谢谢不客气不客气 哎好 这个特殊时期啊 还是得注意防护呀 我们都是随车带着一个小药箱 以备不时之需 这个起达粒金黄颗粒是我们自驾有常备的感冒药 这个是个纯中药 平常一直开车喝了也不困不乏的适合司机们 就给他拿这个试试吧 哟 我给你放在车头了啊 你冲完了记得喝啊 误好了 出入汗 一会儿记得出来拿就行了 回到房车里把口罩扔掉 喷点酒精给自己消消毒 在外旅行碰到别人有困难一定要伸出援助之手 但是也要做好自身的保护工作 你们觉得对吗